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,包括人们的容颜与精神状态,但也有例外。 当范贤陈步走入斯里里的马车时,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个略有些憔悴,但依然美丽的女子,大半年的牢狱生活,似乎并没有给这位流经和尚宏观人的容貌造成任何损害。 发现范贤进来了,斯里里微微一浮,眼神微微慌乱,似乎不知道该怎么称呼,似乎对于此次相见有些准备不足。 范贤静静地看着这位姑娘的脸蛋,发现那双眉依然柔弱柳梢,黑眸依然顾盼流转,只是那唇今日未添颜色,所以显得有些苍白。 二人第一次相见的时候,范贤是一个出入京的贵族私生子,这位斯里里姑娘已然是流经和尚最红的姑娘,那一夜抚摸癫狂,虽未真个销魂,但男女间最亲密的事情也算全做完了。 只是没有料到斯里里竟然是北齐安插在庆国的间谍,通过二皇子宴请仪式,与吴伯安设下了暗杀范贤的计划。 范贤命大,才逃脱此恶,最后又进入了监察院,如今又接下了将斯里里送还北齐的侄私。 他静静看着面前这女子的眼鼻唇,不知怎的,便想到了那夜花坊之中与对方的身体接触,虽未心惊摇荡,但依然有些莫名的感觉。 毕竟这是除了丹州那几位丫鬟之外,婚前与自己最亲密的女子。 前些日子,我曾纵马在刘金河畔路过,车厢里的沉默被范贤温柔的话语打破,又看见那个花坊了。 斯里里微微一震,没有想到这位年轻俊俏的公子哥居然会用这句话来当开场白,他满心以为接下来应该是很严肃的对话才对。 范贤笑了起来,已经很破败了,不过我想你应该不会对那个地方有所怀念才是。 斯里里微色一笑说道,身是扶平,四海为客,大人不要取笑奴家。 我不喜欢听奴家这两个字。 范贤看着他那双水汪汪的眼眸,微笑说道,事实本就奇妙,当初你要杀我是身有使命,我虽然不会原谅你,但也不会因此就对你有什么成见。 当时在监察院大狱之中就和你说过,只要你供出主使来,我就会想法子让你活下来。 但我要明确地告诉你,能够放你回北齐,这中间我没有出力,所以你不用感谢我。 斯里里微恶抬头,双唇微起,欲言又止。 他如今是愈发看不清楚,这个一时纯洁可亲,一时阴寒恐怖的年轻人,为什么他要说这些话? 从你离开大牢的那一日开始,我们就是同事。 范贤坐在他的身边,放松地靠在车厢上,鼻尖嗅着淡淡的油香,知道这骨子香味是这姑娘家身上的体香,有些享受地嗅了两口,说道,我不知道陈平平与你之间的协议,但既然他认为你是可信任的,我就会信任你,希望你也能够信任我,将红袖招的计划完成好。 斯里里双手攥着弧绿色的衣袖,轻轻咬着下唇,不知道该如何言语。 给我揉揉吧,天天要提心吊胆,不知道前面车里那个老怪物什么时候抱走,精神压力有些大。 范贤不是说谎,神色确实有些疲惫。 斯里里微微N了一声,将身子侧了过来,双腿跪在了柔软的椅垫上,小心翼翼地将柔软温暖的双手搁在范贤的头部, 缓缓地揉了起来。 范贤闭着双眼,享受着头部传来的舒服感觉,享受着斯里里手指的缓缓触摸,下意识里叹息了一声。 怎么?大人觉着重了? 不知陈萍萍究竟用了什么手段,斯里里此时完全不像在大狱里那般绝望与坚毅,反而有些回复了花坊之上的模样,温柔妩媚,语音翘软划过范贤的心房。 范贤温和说道,只是想着当初用刑,确实有些害怕将姑娘这双漂亮的小手给打坏了。 斯里里正在揉范贤太阳穴的手指一顿,扮上之后才悠悠说道,苦命人没有这么容易坏的。 不要有怨对之念,这样对我们在上京的合作没有好处。 范贤静静说道,双眼没有睁开,当时你要杀我,我只是对你用刑,怎么看也应该是你欠我的。 斯里里再度轻咬下唇,被齿尖在她的唇瓣上压出一道勾魂夺魄的魅感来,眸子里柔光一转道,奴,我欠大人的,大人随时能拿回去。 怎么拿?像毕业那般拿法。 范贤睁开了双眼,满是细血之色。 斯里里倔强地睁着双眼与她对视着,不知道沉默了多久。 她看着这个模样清秀无比的年轻官员,不知怎的就想到那夜花坊之上的修人之事,身子竟有些微软无力,缓缓将身子靠了过去,半以在范贤的肩上,手指不停按摩着对方,嘴里轻声说道, 这世上女子都是苦命人,我可不知道大人准备如何拿。 那夜花坊之上,范贤用了迷药春药,故而斯里里的反应极为强烈,一直铭记至今,后来在大牢里被范贤毫不怜香惜玉的大行伺候,心狠之余,又多了些几古怪的感觉。 范贤发觉右肩之上一片痰软,不想而知便是斯里里柔软的胸部,以为对方是想要色诱自己,深吸一口气, 想镇定一下心神,不料却吸尽了满腔少女悠悠体香,心头微动,转头微笑说道, 那个叫斯里里的到哪儿去了?还在京都关着,斯里里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, 想来那位斯里也不是她真正的亲人。范贤愈发好奇,陈平平究竟用的什么手段能够让斯里里听监察院的话? 他想了想后,皱眉问道,姑娘不是可怜人,至少北齐那位年轻的皇帝陛下对姑娘还是念念不忘。 斯里里眉头微皱,叹息说道,以色试人,岂能长久? 这也是本官有些疑惑的地方。 范贤微笑说道,不知道姑娘可否将与北齐皇帝的过往细细讲来, 也好方便我们去上京后安排姑娘入宫的事宜。 所谓红袖招计划,在范贤看来,只不过是西石入吾的一个翻版而已, 有此次秘密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, 北齐皇帝对于斯里里是真有几分情义, 不然也不会刻意强调要换回他来。 只是斯里里的出身毕竟有些低下, 就算北齐方面敬重斯里里为国出力, 但那也只是静而已,与庆国相比, 北齐更加注重出身血统, 断然不能允许一位曾经做过妓女的女子入宫。 斯里里似乎不怎么愿意讲那些过往的事情, 只是低头轻声说道, 范大人无需担心,只要将我送入上京, 后面的事情自然由北齐皇帝操心。 车厢里再次陷入沉默, 范贤坐在女子的身边, 闻着淡淡香味,不知怎的, 对于先前离开对方的手指头感到有些后悔, 她静坐稍许后,缓缓开口道, 那姑娘好生休息吧。 不料便在此时, 斯里里也同时开口道, 大人,还要揉揉吗? 也好,范贤回答得极快。 好的,斯里里的回答里略有一丝失望。 直到这奇怪的问答结束之后, 二人才发现车厢里的气氛有些怪异起来, 似乎都隐约察觉到了什么, 一股子暖昧开始逐渐发酵, 空气渐去温暖。 斯里里再度轻咬下唇, 跪在了椅上, 双手摁着范贤的双肩, 暗暗用力, 心里想着自己只是不愿意一个人老呆在马车里, 所以才会如此自甘下践地服侍这个仇家。 范贤面带微笑, 感受着身后女子柔软的身躯, 心里想着这女子非但不记仇, 反而刻意讨好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? 难道她喜欢上了自己? 这个猜测一出, 范贤赶紧在心里扇了自己一个大大的耳光, 告诫自己, 自己虽然是攀安, 但毕竟不是散发春药气息的牛人。 为什么自己也愿意在斯里里的马车里待着呢? 范贤皱了皱眉角, 想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答案, 也许是此去北齐心中有些隐隐不安, 也许是因为萧恩长得过于难看, 也许是其实什么都不是自己是一个正常的男人, 斯里里是一个曾经被自己抚摸过赤裸全身的漂亮女人, 想与她待在一起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 范贤没有在温柔箱里多耽搁, 她自认是个好色之徒, 但也是心神坚毅之辈, 断然不会身陷温柔, 便无法自拔, 只是让斯里里揉了揉身子, 去了些乏意, 便走下了马车。 王启年迎了上去, 陪在他身边向使团车队后方走去, 轻声说道, 大人小心四周的耳目, 毕竟斯里里将来是要送给北齐皇帝的, 日后大人要在马车上待这么久, 下属仙清清场, 免得将来有什么谣言传入上京, 对于大人后面的计划造成影响。 范贤知道自己的心腹想歪了, 却没有辩解什么, 只是轻轻揉了揉额角。